公读论语圣询 第一册 第385页 既功活佛慈悲主欲 半道不平顺 不要只怪别人 怪老天 怪清闲 怪同修 因为你都没有再反省 你脾气没有改 个性没有转化 个性 极是业力 执着极是病 你要去除你内心的病与敌人 修道不是常常说 要反观自我 一件事发生 误然两方都有错 但你要想一想 你的错大于他 那你就是闲人 你不要说 一件事情发生 他的错大于我 那么你跟他结 下了怨 恩怨情仇不能结 那么你人间 必定还要再来 你修道是不是 是不进步的 对你的家人 同修 工作 场所的伙伴 你都要与一份包容 设身处地 为他人设想的心 才能显出你修道人的得怀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